接著我們要上個內容就叫做化學平衡 所謂的可逆反應的化學平衡 一個反應叫做可逆反應 A可以變成B,B可以變成A 這個反應我們就稱之為可逆反應 然後有一個我們就稱為正反應,有一個就稱為逆反應 我們會有我們的習慣,等一下會告訴你 物理變化蒸發跟凝結就是屬於物理變化的可逆反應 我們會用它來講解,但是基本上不是我們教的重點 我們化學變化,綠化雅酷的變色加水就變成紅色 考一考又變成藍色,這也是可逆反應 所以叫做A可以變成B,B可以變成A,稱之為可逆反應 那麼我們的習慣是用一個雙箭頭表示 可以向右可以向左,蒸發可以凝結,凝結可以蒸發 含水浴化雅酷加熱變成無水浴化雅酷 跟水倒過來就變成含水浴化雅酷 就是我們的表示法,我們會用一個雙箭頭 然後我們的習慣上,我們的習慣上向右的箭頭 表示所謂的正反應,向右表示正反應 向左表示100億,向左表示我們習慣上這樣說的 對,向右正反應,向左地反應 所以下面寫一個方程式 碳酸鈣加水加二氧化碳,成生碳酸氫幹 那麼,向右就是碳酸鈣水二氧化碳化合形成碳酸氫幹 倒過來就變成碳酸氫幹分解成碳酸鈣水跟二氧化碳 這就是我們的表示法,有一個雙箭頭 表示A可以變成B,B可以變成A 然後習慣上向右稱為正反應,向左稱為逆反應 那麼這是一個重點 可逆反應會有所謂的正反應速率跟逆反應速率 然後我們說這個可逆反應達到平衡的意思是說 它的正反應速率等於逆反應速率 當一個可逆反應達到平衡的時候 他們之間會有某一種關係 這個關係國中不交 國中不交,我們提過一次,但是我們沒有這樣講 就是電解質、水溶液、氫磷子墨濃度層、氫氧跟氫磷子墨濃度等於10的布 10次之方大岸平方 這個就是所謂的可逆反應的關係 但是我們沒有這樣教 我們也沒有在任何地方再提到有什麼關係 國中沒有做任何量化的處理 只有做定性的處理 但是你需要明白的事情是 我告訴你這個反應達到平衡的時候 就是平衡 但是它跟所謂的墨跟質量沒有關係 我們說有個A加上2B變成3C加上珠 然後可逆反應 達到平衡的時候沒有 不是我們的A比C會是1比3 1墨比3墨沒有 也不是說我一乘它的原子量分子量 然後就有一個原子量分子量比的關係 這個也沒有 我可以有很少很少的A跟B 很多很多的C跟珠 每秒1000個過去1000個回來 就要達到平衡 我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A跟B 很少很少的C跟珠 一秒鐘1000個過去 一秒鐘1000個回來 這樣也要達到平衡 所以達到平衡的時候 的確會有某種關係 但是我們國中不交 但是絕對不會是係數比1比2 我的就是1比2 不會是 也不會是你把它去乘原子量分子量變成質量比 這樣也是錯的 所以考卷上如果叫說 我這裡達到平衡了 我就會是1比2 我就會是5公克比7公克 都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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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就是要你能夠理解的事情 重點keyword的事情是你要記住 什麼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正反應速率等於逆反應速率 這個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OK